泵类产品的维修和改良 请交给Ebara 在泵类产品的维修和改良领域 备受全球客户的一致好评 这就是Ebara独有的再生技术 就像时下人们常说的再生医疗 Ebara可以巧妙地对具有老化问题的泵进行再生 以下是Ebara再生技术的特点 Ebara在泵制造领域 不断创造出革新性的产品 通过在多年的业绩和丰富数据基础上 形成的Ebara流体分析技术 明确问题点寻找解决方案 泵的制造技术日新月异不断进化 其中材料的进化特别瞩目 Ebara通过丰富的针植灼键和最新材料的实验与使用 来选择相应的材料 例如针对磨损环境建议采用先进的镀铬材料 与以往的镀铬材料相比 泵的正常性能维持时间大约可以延长至1.5倍 针对腐蚀性环境建议采用超级双向不锈钢 在常温环境中强度可达以往材料的2倍 该材料具有优秀的抗点石和抗缝隙腐蚀性能 还被用于化学品运输船的建造 使用这些最新材料可以确保泵长期稳定的运转 即使已经被腐蚀发生了破损的泵 也完全可以修复 即使没有图纸 EBALA也可以进行三维测量来制作模型 通过长期积累的速度矢量和压力分布等丰富的数据 为您的泵进行详细的分析 实施各种模拟 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和研究 EBALA不仅对泵进行简单的修复 并且为您提供改善方案和改良品 以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故障 以提高泵的工作效率延长其使用寿命 EBALA可以延长泵的寿命 提高泵的节能和环保性能 通过流量分析等各种分析 推定泵腐蚀损坏的原因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 在泵的维修和改良方面 成本是仅次于技术的第二大重要因素 那么什么是成本? 如果只比较维修费用 单纯选择廉价的服务 维修后马上又发生了故障和破损 会怎么办呢? 或者维修后短期内又需要进行维护和保养将会怎样呢?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所产生的追加费用 和维修以及维护保养所导致的减产 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所花费的人力 重要的是产品的生命周期成本 EBALA承诺以切实的分析 先进的技术 优良的材料 为您提供高效 经济的修复和改良服务 EBALA再生技术 得到了世界各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雪州水工有限公司 是马来西亚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供水公司之一 使用EBALA的泵产品已有十几年的历史 之前我们有很多问题 因为购买很高 然后我们不能够购买的购买 EBALA给予我们一个想法 我们没有必须改变 我们能够改变 我们可以改变 实际上的购买 所以我们要改变 我们改变 我们改变 一个大型的购买 改良后 每天45吨的供水量 大幅提高到了60吨 越南化肥和石油化工总公司 是越南国内最大的肥料公司 生产的尿素肥料 占据了越南市场50%的份额 其工厂中的核心设备之一的 安邦便是EBALA的产品 以为您能够赔花肥料公司 那些工厂中的购买 从来的购买 最佳节衣 又是1-2而证 所有能够赔花肥料公司 可以改变 所以他们要返短 然后不改变 虽然输送夜安的运行环境非常严酷 但产品交付后 受到EBALA售后支持体质的援助 泵一直都在稳定运行 EBALA再生技术 不只是对老化的泵进行修复 而是一种实现高效化 长寿命化和节能化的先进技术 无论您的泵是不是EBALA的产品 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详情请您进行业务咨询 我们将为您乘上具体的解决方案